嗨 这里是YS by Foo House 又回到了贝王 上次我提醒了不能拍摄录像 今天看看能不能运气好 没有比较严格的floor吧 这个station是我在桌上坐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桌上的筹码是满天飞 但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我完全没有一点盘可以玩 我open了两手圈勾suited 全部miss掉之后 玩了两三个bump up 也全部miss掉翻牌 这个时候我的筹码从400刀 掉到了只有260刀 我在枪口看到了K圈砸色 open到了15刀 可能这些玩家也是看我很久没有开持了 是全部跟住进来 翻牌来了圈36 彩虹面 我打了一个满持100刀 我的后手还剩130刀左右 枪口加一负牌 枪口加二是秒all in了他的后手300刀 其余人全部弃牌到我 他这里展现的排力还是挺强的 在一个八人池 在我打了一个满持之后 他还能ray出来 但是我后手就只有130刀左右了 没什么好想的选择的跟住 翻牌他是来 他是绣了我圈勾 所以是刚好小我一个 有惊无险的赢下这个抵持之后呢 我的筹码是来到了600刀左右 下一手牌呢还是对上了同一个对手 我在小忙拿到了A圈同色 他是在枪口 开持到了35刀 两个人口 我这里呢选择了一个比较大的挤压 我3B到了150刀 这个时候呢我发现我有一个做的不好的地方 就是我忘记看他的后手 他就只有40刀左右了 因为他被清了好几次 所以是买的比较短 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其实我以为他在翻牌前 就会直接跟我推了 但结果他还是跟住了这个150刀的3B 后手还有40刀左右 翻牌来了圈二五两爱心 我是又很幸运的击中了顶对 直接推了他的后手40刀 他是选择跟住 BOOM Turr和River都没有来 他想要的爱心 所以我是很顺利的一下这个底池 他打完这把呢也是换桌了 这个时候桌上他的座位来了一个新的玩家 这把牌呢我是在小猫拿到了口袋兑勾 对上了这个新的玩家 在Straddle 有两个人跟住了这个10刀的Straddle 我在小猫是选择了SQUIZE到55刀 这个时候呢Straddle看了看他的牌 选择了3B我到160刀 哎呀我应该在那儿吧 那种牌应该是我的 我看了看他的筹码 我是cover他的 我还有800多刀 然后呢他是刚上桌应该是800刀 我选择了跟住这个3B 没有选择4B回去 FLOCK呢来了 KK7两方片 我觉得我在这里要么是110线 要么是110落后 是T给他 他打了125刀 我是选择跟住 一个K我可能会想的比较久一点 但是两个K呢 既减少了他KK的组合 也减少了他AK的组合 我觉得我在这里落后的牌呢 其实只有AA和圈圈 好我觉得我至少得扛一枪吧 然后看他转牌的动作 转牌呢剩来了一张8 在这个3B刨还算比较干净 这个时候呢底持都已经500多一点了 他我是过牌给他 他是选择下注了半尺250刀 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的后手就只有不到300了 他打了这个250刀 然后他合牌是要怎么样 因为到合牌这个POD就已经1000块了 如果我选择跟住这个转牌的上得住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视角里面啊 我的买牌其实比我的成牌要多一些 特别是方片 但是我这里没有方片的阻挡牌 还是挺难受的 我还是选择了跟住这个转牌上的住 没有选择推回去 因为我觉得推回去在这里只能找跌了 合牌呢是来了一个方片 我在想 嗯 他的一些超队也可能会 比较害怕这个方片 还是过牌给他 来看他的行动 他这里是很快的 all in了他的后手 280刀左右 嗯 我就开始陷入了沉思 我在这里剪视频的时候发现 这把牌我在合牌差不多想了一分多钟吧 所以是想的非常的久啊 真的就是 他一些AX方片的半炸虎 在合牌也到了 然后我手里一张方片都没有 但其实我是不阻挡他一些炸虎的 我这里能赢的牌呢 有 A圈 A勾A10 1010 然后呢 778899 我是都不赢了 但我觉得他这个合牌 推的太快了 反而让我觉得令人怀疑 我最后还是 人进去了跟住的筹码 他是摇了摇头 秀了A 嗨 但是呢他这个combo真的是 令人耳目一新啊 他是选择了致敬 泛指尾A52 3b我 然后呢连开三枪 这里算是撞到了我防御的顶端范围吧 要是我觉得我是更小的一些口袋队 可能在翻牌上就起给他了 但可能我觉得这个gogo 嗯 在tun上 再推回去的话 是有一些overplay了 不知道 视频前的你们是怎么觉得 这把牌呢 但是我也在 在想要不要跟住的时候 有一种感觉就是 哦他就是AA圈圈圈 我这个gogo 其实就是一个支付牌了 包括转牌我也想特别久 可能就让我的对手觉得 呃 他能打开我的几率比较大吧 我实在是觉得他这 连开三枪 而且是秒开三枪 这盒牌上的方便出来 他基本没什么想 在一个 嗯 就算他是AA圈圈 在一个有k 有叠牌k 然后有出花的面上 他还能这么打 我觉得是挺可疑的 Fuck 这个时候呢桌上就有一个叔叔就说 他就知道他是在炸火 但是我觉得在3B池上 这样炸火的人真的不多 但我还是觉得很奇怪 他嗯 在转牌上能分一枪打的牌 为什么要分成两枪来打呢 而且在合牌 我在这里有气牌率吗 我不知道 但好像看来我是有 我好像就是怕他在造尺 然后把我自己造到一个套尺的程度 所以我在合牌呢 也不会弃给他了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他太大了 他不想打走我 然后呢 所以他分成两枪来打 要不然呢 我觉得他这整个行动线 从翻前来讲是非常的奇怪 他这把牌也是划了他800刀来看我表演我的痛苦 表演我的纠结 我觉得他这800刀其实划的也挺值的 当然我也确定我左边的这个大猫玩家 他在straddle3b的时候 他说他也想要他的牌 非常确定的是他看到他的A5杂色呢 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啊 虽然说这个四个小时的session 是没有什么牌完 是真的car dead 就是我用勾勾抓了一个比较大的炸壶吧 是抓对了这次 所以损上1100多一点了 不要忘了评论点赞加订阅 至于中的小时的小时 我给他走到小时的大气 帅勾到压力之一 也不行 一切都说好 没有什么 我可以把这个手提招来